这期视频绝对是广东大树在多年住大楼公寓经验分享 绝对绿色无广大家可以安心使用 作为公寓的老业主啦 我觉得我在胖东允许这方面是很有话语权的 今天就想跟大家来说一下公寓的insurance 那首先呢给大家破除一个迷思啊 很多人在问我 是不是一定要购买公寓的insurance 先跟大家说一下 在加东是不同的情况 我今天只说的是大温地区 大温地区呢 是不一定要买康兜insurance的 因为在大温地区的公寓的物业费里面 已经包含了大楼的保险 那广东大叔你说这期视频干嘛 就是为了叫我们不要买 你喜欢什么 那当然不是啊 我要做这个视频呢就是要告诉大家 虽然是不强制你买 但是你最好要买 我们现在大温地区大楼insurance的deductible 也就是所谓的垫底费 大概都在5万到15万左右 甚至我还看过25万或50万的 什么是垫底费 假设垫底费是10万 10万以下的部分是不保的 等于就是说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要有掏出10万的准备 小红书上我的粉丝都是 绝对对这个10万 不会皱一下眉头的 但是光头大叔其实觉得 脚费有减吧 能够少付10万 我觉得也是相当好的 而且呢买了insurance之后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如果这个房子是出租的 在这个房子发生问题的时候 那时候租客可能没法在那边住了 他搬出去你也收到他的租金了 这个损失的租金呢 你的insurance也可以付给你 大叔就拿过几次 光头大叔以前在Downtown有一个公寓 当时是我的洗碗机出现故障 结果漏水了 把地板给泡坏了 那时候房客就选择搬走了 我就跟insurance说 房租一个月原本是2300 那现在他走了 维修这个期间呢 花了大概两个月 他们就乖乖把这个4600给付给我了 非常的爽快 那如果自己住还需要吗 自己住就更加需要了 因为你自己住的时候 如果房子发生什么问题 没法住在里面的时候 你到外面去租房 insurance也会包你在外面住的 这个费用 所以对房东也好 对自住的房主也好 都是相当有用的 而且现在大楼这个insurance呢 因为过去几年涨得非常多 在前几年大家可能还能看到 有5万以下的电底费的这种情况 但是现在绝大部分的楼 你如果在10万以下 我觉得都算是相当低的电底费了 我觉得还是不要跟钱开玩笑 而且现在大楼的保险的范围呢 也越来越少 我们现在很多大楼 我们亚洲住户比较多 我们亚洲人 吃东西可能都比较油腻 很多人也是新来的 他可能不太习惯 吃完的这些油腻呢 直接就从厨房的下水往下倒 这个是造成我们大楼水管 倒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下水倒灌的情况一旦发生 你不能怪大楼说 源头是属于大楼的 所以说大楼要来承担我所有维修费用 大楼不管你的 你今天要大楼来支付 那就是看你们大楼的这个电底费 从多少钱起 以上的部分大楼来付 以下的部分还是得要自己负责 而且或是说如果你的房子楼上漏水下来 结果楼上这个人你又联系不到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直接联系你的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 首先他会先帮你修 然后他再去跟楼上想办法去要回这个钱 你不用自己去跟楼上扯皮 所以呢 买保险是百业而无一害的 说多少钱 现在因为电底费越来越高了 保险费也越来越高了 那目前我名下的房子呢 绝大部分的保险费 每一年大概在八百多到一千块钱出头左右 看他的电底费高低来决定的 而且也看保完之后 新的电底费是多少 因为你保的多一点 可以把电底费降到五百 或者说你觉得五百不用那么低 你付两千五你也可以接受 这个情况呢 反正五百肯定就是你多付一点保费 两千五你肯定就少付一点保费 你确实是不是一定必要 但是呢 发生事情的时候没有 你会相当的痛苦